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DeepSeek R1的出现对数据中心营运商的影响,喜忧参半。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短期内,市场可能存在不确定性,但长期前景乐观。 这是由于DeepSeek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减少对远端站点进行大规模AI模型训练的需求。 然而,从长远来看,由于AI模型成本的降低,将刺激对AI推论的需求增加,这对位于一线城市的数据中心来说是必多消息。 此外,摩根士丹利认为,尽管21Vinet集团作为供应商,将直接受益于DeepSeek应用使用量的增加,但GDS控股在此趋势下将更具优势。 这表明,在AI技术变革的浪潮中,不同类型的数据中心营运商将面临不同的给予和挑战。 DeepSeek R1的低成本特性,也可能对中国的软体产业产生轻微的正面影响。 由于AI模型成本的降低,将降低软体公司,将AI功能整合到应用程式中的门槛,这将促进更多创新应用程式的出现,并有助于提升软体产品的竞争力。 然而,摩根士丹利也指出,虽然这有助于改善供给面,但由于市场需求仍存在挑战,这并不会直接改善软体公司的获利能力。 报告指出,DeepSeek R1的训练成本仅为GPT的三十分之一,这意味着AI技术的门槛大幅降低,更多企业和研究机构都能够投入AI模型的开发与应用。 R1的出现可能导致对高阶GPU的需求降低,并加速更具成本效益的AI解决方案的发展,让更多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开发和使用AI。 虽然短期内可能对数据中心造成冲击,但长期来看,推论需求的增加将为数据中心带来新的成长动力,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数据中心。 降低AI模型成本将刺激软体公司将AI功能整合到应用程式中,并推出更多创新应用,但获利模式仍需进一步探索,市场需求是关键。 Databank CEO Raul Martink发文指出,中国AI公司DeepSeek推出的模型,以其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特性,颠覆了传统AI产业的观念。 该模型仅以600万美元的成本进行训练,且不需要最先进的GPU晶片与西股更多参数、更多GPU和更多数据的理念背道而驰。 DeepSeek的出现对数据中心产业产生了多重影响。 首先,市场对此消息的反应是,晶片制造商、能源公司和数据中心营运商的市值在一天内集体损失了1兆美元。 这反映出,市场对AI发展趋势的重新评估。 尽管短期内可能造成一些痛苦,Martink认为,但从长远来看,DeepSeek的技术对数据中心产业来说应该是件好事。 过去两年,数据中心的需求因AI热潮而激增。 然而,DeepSeek证明,AI的发展可能不需要如先前预测的巨大电力需求。 这将降低数据中心过度供应的风险,并有助于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此前在DeepSeekR1推理模型爆红网络之后,OpenAI官方曾对外表示,正在调查DeepSeek可能对其模型进行不当蒸馏的迹象。 蒸馏是一种将大型模型的知识转移到较小模型的技术。 OpenAI发言人称,蒸馏不会暴露模型的内部工作原理,开发人员可以使用它来改进他们的应用程式。 然而,OpenAI的服务条款禁止用户使用通过蒸馏获得的数据来构建竞争性AI产品。 相关报道称,此前OpenAI的研究人员就注意到,去年秋天,可能与DeepSeek相关的个人从该公司的应用程式编程,接口中提取了大量数据。 不过近日OpenAI的态度似乎发生变化。 ChatGPT开发商OpenAI CEO Altman在发表最新的推理模型O3 Mini之后公开表示, 它DeepSeek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型。 OpenAI会开发出更好的模型,但它们不会像往年那样保持那么大的领先优势了。 Altman还罕见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表示OpenAI正在讨论一个新的开源策略。 它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它们站错了队,需要想出一个不同的开源策略。 但不是OpenAI的每个人都持有这种观点,而且这也不是它们目前的最高优先级。 在2月上旬日本东京的一场活动上,Altman表示,它们目前没计划起诉DeepSeek, 它们只会继续打造优异的产品,以模型实力引领世界。 DeepSeek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模型,但它们相信将继续向前沿推进, 推出优异的产品,所以它们乐见出现对手。 Altman表示,它们过去曾面对许多对手,但它想推动技术进步和保持领先,符合所有人的利益。 值得一提的是,OpenAI本身也面临多起侵犯知识产权的指控, 这些指控主要和使用受版权保护内容,训练其生成式AI模型有关联。 另外,OpenAI执行长Sam Altman在日本还表示, OpenAI正计划开发一款专用的生成式AI终端,目标是取代现有的智慧型手机, 同时将自行研发晶片,以掌握从软体到硬体的产业链。 这项计划的启动,意味着由ChatGPT所掀起的智慧革命, 正逐步挑战持续20年的智慧手机王朝。 Altman在访谈中明确指出,现在是革新数位装置的绝佳时机。 自2007年iPhone问世以来,消费性电子产品领域一直缺乏革命性的创新。 如今,OpenAI计划打造一款能够执行复杂任务, 理解自然语言,主动服务用户的AI装置。 此装置的功能将远远超越目前智慧型手机与语音助理的组合。 OpenAI首次证实将自行研发AI晶片。 此前,业界以盛传其代号为Tigers的晶片计划。 此次公开表态,正式确认了OpenAI从演算法到硬体的完整布局。 据CNBC报道,OpenAI正以三斤400亿美元的估值,寻求400亿美元的巨额融资。 其中,软银计划注资150至250亿美元。 若交易达成,软银将超越微软,成为OpenAI的最大金主。 这笔巨额资金将主要用于推动星际之门,Stargate计划。 这是一个由OpenAI、软银和甲骨文共同牵头, 预计赤资5000亿美元建设AI算立基础设施的项目。 首批园区已在美国德州破土动工,汇达将深度参与系统构建。 尽管OpenAI月收入已突破3亿美元,但预计全年亏损仍高达50亿美元。 这种持续稍前的商业模式迫使OpenAI不断刷新融资记录, 距离上次66亿美元的融资仅4个月,其估值已翻倍。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